各位弗铃人间的朋友 你们好 我是彼儿章生 为什么我这么久都不在一些公开平台说鬼故事呢? 因为我很想 将自己 去讲讲故事的内容 和声线 我很想 调教到 一个画面 当你听到我去讲这个鬼故事的时候 你不需要问我这个鬼故 是我想出来 还是真人生事改篇 我很希望 我用我自己的声音 将你们 带到一个恐怖的画面 如果我觉得这样 就是我很想 很想我做到的目的 我这么多年来 都会准备一些故事 和一些演绎方法 我希望 到个佛铃人间 这个故事里面 一一感跟大家分享 其实你们听鬼故事 目的是为了什么 我都希望 可以去到一个奇幻而恐怖的境界 所以我很希望 我今次 出来再跟大家讲鬼故 比十年前 会说得更加恐怖 更加有画面 希望你们会喜欢 希望你们 多谢你们 佛铃人间的听众 大家好 我是殡仪昌生 很久都没有跟大家说鬼故了 今次 我想在这里跟大家 分享一个 我亲身 在这几个月经历的 一个恐怖 有奇惯的故事 我同事殡仪行业 已经有超过十年 我平时工作的地方 都是殡仪馆 医院 脸房 墳墙 但是 在这么多年里面 我听过 无数无数的灵异个案 也都认识很多的风水师傅 法科师傅 但是 我自己 从来从来都没有亲眼见过灵体 或者一些不可以解释的影像 我一直都相信有鬼神的存在 在几个月之前 发生了一件非常恐怖 又灵患的事情 在我一个很好的朋友的身上 当我陪伴着他 去 度过这个难关的时候 我人生中 第一次第一次 亲眼看到 一个 灵体 而这个灵体 并不是你们所说的普通的阴魂 而是他一只妖 而这个妖 他为什么会去到我朋友的家里 和他为什么会跟着我朋友呢 但是 后来 我们怎么去送他走 和当中 出现了很多 不可思议 也都不能用科学来解释到的事 但是 我很想 未来 我组织一下 在佛灵人间里面 和大家分享这个 奇幻又恐怖的 真人真事的个案 而这个妖 最后 被我们送去一个地方 我们都会在节目里面 将这个地方公开 如果你们想去探望它 也都可以亲身去那里 可能 你们会遇到一些 好奇幻的经历 我也都在这里和大家预告 未来 可能我会有机会 在佛灵人间里面 现场做直播的时候 和大家聊聊天 我很想 很想 用我自己的个人的演绎方式 和在这十年里面 我身边的一些好朋友 一些国内的朋友 他们遇到一些 灵异的故事 我想慢慢和大家 一个一个去分享 无论你喜不喜欢 听我讲鬼故事都不重要 信不信有鬼神都不重要 你就当是一个故事一听 多谢你们 更多灵异故事 敬请关注YouTube平台 发明人间 亦都可以成为会员支持平台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